會做生意的李嘉誠 李嘉誠二十大錢 他居然也不怕習近平生氣 最近大賣中國金融股怎麼回事 其實因為他九月二十九號 賣了這個二十三點五五萬港幣 的這個郵儲銀行 那你二十三點五萬 大家就想說 這個數字沒有聽錯吧 因為其實也不過臺幣一百萬 但是因為他公告出來 公告出來以後十月三號 你看禮拜四他把他賣掉 禮拜五公告 禮拜一整個這個股票 一天崩了十一趴 大家嚇到 可是其實金額不多嘛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再去看 他三年來總共賣了八千三百萬股 三年 就那一天是最算是最後一點 還有一些些的一個動作 然後公告嘛 大家一查 哇 賣了三年 從持股十一點四二趴 降到十點九九 所以他很早就參與郵儲銀行 他算是一早期認購的這個大股東嘛 那這樣的一個減十是不是代表他認為 銀行股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需要去注意還是怎麼樣 所以市場一看到這個訊息 加上李嘉誠過去以來 他的投資實在太精準了 那這 但是這幾今年 從今年開始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大家也知道 二零一五年開始 他大量的出脫在中國大陸的土地嘛 對不對 不動產嘛 但是今年開始七 從第一件事情就是七月 長江 已經跟長江集團 實業集團確認 就是這一個恆大中心嘛 在灣仔告示達到三十八號那一棟 一百五十六億 本來要賣一百 他價值一百五十六億 後來他拍到九十億 等於打六折嘛 欸 你開始回來了 從過去到現在 他再出現在競標場是十年喔 等於是說這是睽違十年 他第一次進來舉牌 雖然沒有標到 但是大家認為他已經開始進來幹嘛 在試身手 在試水溫 看看現在這到底房地產市場怎麼樣 如果他如果大家都不想舉牌 也許是反而真的是底部 所以他眼光精準 當然這個有一個傳奇 有一個他的故事 在一九六零年代那時候 香港當時什麼勞工工會 那個抗爭嘛 相當相當的亂 大家其實逃得逃 跑得跑 那時房地產價格 整個大幅度的一個崩盤 他大量進去啦 比如說廠房啊 土地啦 然後舊樓 反正他有能力買 他就盡量買 買了以後 其實動亂就平了嘛 那房價就漲了 其實他也很厲害 他當時就租租租 廠房就租人家 價格上來他就把他賣掉 賣掉以後又把那些錢拿去買土地 其實一九六零年代這個動亂 然後到一九七零年代 你看相隔也不過幾年的時間 他就光靠這樣房地產 光收租 就這樣幾年給他翻了一下 光收租就四百萬港幣 所以你會發現他在土地的投資眼光精準 那當然他旗下有一個微港投資 這個是大家一直在講 就是說 李嘉誠他是靠土地 可是他現在也九十四歲了嘛 那最近他旗下的微港投資 因為之前投了臉書 臉書 李嘉誠懂科技 你不要看喔 他辦公室兩臺電腦 還有蘋果的這個平板 每天他都要看華爾街日報 還有 Financial Time 這些重要的訊息 透過電腦平板 然後他們會幫他整理 那這個微港投資 其實就是他背後的 他是大股東 他交給這一位叫周凱旋 難道說是紅粉之急 因為兩個差了三十幾歲 周凱旋的閨蜜叫張培維 是誰 董建華的表妹 所以其實他把這個關係拉得非常好 那麼當時臺灣的這個磁磚廠 五十八家衝進去 衝進去之後現在剩兩家 其中有一間冠軍磁磚 一開始去那邊也是吃香喝辣的 後來開始賠 賠錢的觀念是什麼 因為當時這個中國經濟起飛 防止蓋很多 當然需要很多磁磚 可是後來為什麼他真的是 切心真的很大問題 他覺得在當地 如果大家公平競爭 好 就算你的成本比我低 我品質比你好 這個都OK 可是如果今天政府也要搞你 那真的就不公平了 因為政府他們要招商的時候 是給台商一大堆優惠 沒錯 但是他要福祉自己本土企業的時候 就開始要 搞就搞你了 怎麼搞你呢 繳稅不公平 大家賺錢繳稅天經地義 可是中國的磁磚同業繳稅只要繳三趴到四趴 可是冠軍卻被暗亂 到處亂安瞑目 一腳要繳十幾趴 一叉叉十趴 這行李是怎麼做 所以對他來說 這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剛開始真的有藏到甜頭 可是很明顯的 當其他的中國的同業起來的時候 加上政府一天到晚搞你 真的是不如歸去 所以2012年他就開始公司開始賠錢 賠賠賠到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2019年他毅然決然回到臺灣 正好卡到我們知道18年 美中開始貓一戰 後來開始是不是台商回流 卡到臺灣開始 哇 很多回流建廠 各方面國內的營建業起飛 哇 讓他賺大錢 這是我們看到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也是類似 我們看到國內一家上市公司 銀輝 投資可能不知道 今年股市都不好嘛 銀輝今年到目前為止股價漲超過五成 而且他是科技股做什麼東西的 叫真量模 背光模組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零組件 可是這家公司早年 不是做這個東西的 他老闆叫唐士傑 原本是做太陽眼鏡的 那太陽眼鏡很重要就是鏡片 那鏡片以前沒有像現在那種 都自動化設備 以前都一定要人工 講到人工 當然中國大陸便宜啊 所以他更早 一九八八年就到中國去設廠 我們知道鄧小平南下是一九九二年 他更早就去了 所以他幾乎是最早 吸進中國的號 剛去真的也都是賺到錢 可是問題又來了 剛說啦 這個太陽眼鏡模鏡片 就要勞力密集嘛 所以當然要請很多勞工 結果很多勞工就怎麼樣 今天站長上班 明天才不會來啊 連沒有說什麼請假 甚至根本就他是不幹的 就無緣無故就走了 可是最讓他受不了是 他當時到那邊去 我們知道到中國設廠 很多時候你不得不找 再替人合作 結果他就是被他找的 當地的夥伴給騙了 什麼事情呢 原本行力之後就好了 所以他準備要增肢要建廠 所以他買了一塊土地 買了土地 你要動工要建廠房 是不是要經過政府核准 所以他就交給你當地人嘛 你一定跟當地最熟 所以你去幫我處理 結果一處理 十年建招沒下來 十年也太扯了吧 他原本就很相信 他這個合夥人 都覺得說 一定是真的有什麼問題 所以被卡住了 可是十年下來 他終於受不了了 結果他去打聽 原來他的合夥人 跟當地的官員勾結了 他們自己另外蓋了一個廠房 把他的技術都學過去了 那又故意卡你 讓你新廠沒有辦法建 他才知道原來自己被騙了 他想說這樣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自己去突破 尤其是當地技術也落後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就回臺灣單救兵 所以他那時候就到工研院去想說 有沒有這個技術 可以讓我的這個魔眼鏡 這個鏡片的技術更進步 結果工研院跟他說 你不要再做這個 勞力逆急 你怎麼比得過中國呢 來 電腦裡面現在有個東西 叫做這個背光模組 裡面有個東西導光板 很好談 可是臺灣現在不能做 你回去研究看看 從此一炮而紅 所以都在告訴你說 真的不要再太相信中國 只要你有本事 有能力 有技術 你真的在臺灣照樣可以讓你發大財 賺大錢